各位好,我們是台中市希望案生命關懷協會 我是理事長王立嘉,這位是我們的專總幹事 我們本協會是以關懷弱勢生命為終止 這次在1月15號早上9點到下午5點 於台中市的復興路二段文創園區 舉辦新年老車公益特區 既民主體育園遊會 這次舉辦這個目的其實是希望我們能做的 這一次我們跟老車公益社還有台中市五檔聯盟 一起合作來舉辦這個公益園遊會 目的是要喚起台灣各的角落 對於弱勢團體、弱勢生命的關懷跟注意 也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發揮愛心、踴躍參與 而且這次呢,我們還在這個活動中呢 舉辦COSPLAY的比賽、攝影活動 那希望有興趣的民眾可以一起來參加 歡迎大家踴躍參與這次的公益園遊會活動 然後呢,我們的COSPLAY走秀比賽活動 第一名可以得到一萬塊的獎金 第二名呢,有兩位可以得到六千塊獎金 第三名呢,可以得到三千塊獎金 有三位 然後歡迎大家踴躍來參加 這次公益園遊會活動呢,寧宇的所得呢 會捐給我們的十方喜能 還有立達喜能訓練中心的十個公益團體 那希望大家能夠多多參與支持公益活動 謝謝 本次活動的宗旨是為了關懷身上人士 然後積極鼓勵社會大眾來參與這個公益活動 並給予實際上人士發展的生活能力空間 而且這次活動邀請了體育、教育、學校及團體的人士來參與 希望社會大眾能夠給予正面的肯定與支持 謝謝